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常謝謝江富美校長的一個承諾 謝謝你 接下來我們要請反克剛同學陳建勳 還有人本教育基金會的朝蘭執行長 要為我們一起來以人為出發的教育治救宣言的宣讀 在這之前我們也希望大家一起用一分鐘的靜默 向今年運動中不斷追尋自由靈魂而折損的年輕生命 林冠華同學致敬 現在靜默一分鐘 可以進一步 播出 ides 文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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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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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相信林冠華同學就像一粒麥子 她的精神追求自由的一個靈魂 將在台灣更大的擴展 好我們現在就請執行長還有繼續 課綱自由 台灣自由 幫我孩子 幫我課綱 打破國家壟斷課綱 尋求自由人的教育 2015年 孩子們勇敢的突破了黑箱課綱的壓制 突破了大人們的恐懼惡夢 全告 這裡 台灣 有壓不扁的玫瑰 這裡有玫瑰 就在這裡跳舞吧 這裡是台灣 就在這裡跳舞吧 跳舞 為舞出自由 跳舞 為舞出自己 枷鎖 囚禁不了我們的身體 威權 潛制不了我們的實相 國家機器是否有權 能夠掌握課綱 沒有人能要你脫離自己的地方 忘記自己的美麗 只學習他者的語言 只記憶他者的記憶 放棄民主與自由 這裡若不自由 現在就開始跳舞吧 這裡若不快樂 現在就開始跳舞吧 邀請你和我跳一支 追求百年的夢想之物 和我一起大聲說 國家克剛是禁錮 人本教育是自由 這裡的未來是孩子們舞出的 這裡的未來是屬於自由人的 這裡的未來是屬於孩子們的夢想 這裡的未來是屬於孩子們的天堂 任何人沒有資格奪走 任何人都應該要來保護 孩子們的未來 藝術家借謊言道出真相 而政客用謊言掩蓋真相 當你能細數遙遠地方上的河川名稱時 卻連故鄉有幾條溪流都不記得 當你學習了無數 關於未曾住屬過地方的歷史時 卻對家鄉原初的豐富美好一無所知 對腳下的土地感到陌生 對仙人的苦難感到疏離 當你被教導某種國家民族的驕傲時 忘記了尊重受壓負責的尊嚴與自由 當你被教導某種優勝劣敗的價值時 無謂能愛 忘了分享 忘了公益與和平 當你被剝奪學習與認同原住民族 與在地深刻連結的文化與價值時 失去了作為人的生存根基 五月的那一天 台灣是因為史上最年輕的無力者聚集了 既沒有選票也沒有鈔票 就靠著單純的信念 青春的熱血勇敢抗議 此後開啟了一連串奪回教育自主權的行動 我們大聲的呼籲 我是台灣人 要擁有台灣主體的教育 台灣要自由 要實現自由人的教育 這場年輕的無力者所發起的運動 雖然遭遇頑固的國家機器阻撓 但是對於每一個參加者 甚至對所有台灣人民 都是一場機器成功的獨立人格培養的教育 我們看見 台灣擁有獨立與自由的年輕人 那瑕疵人心的必將崩解 台灣必將擁有獨立與自由 任何不義的鎖鏈都將被扯斷 這裡有玫瑰 就在這裡跳舞吧 這裡是台灣 就在這裡跳舞吧 謝謝大家 謝謝